新設面電廠工程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34 條規定報告案例 結論 歷史建築日新國務小學 由日新工學校 由新設面電鎖 面電鎮工程 未有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34 條規定報告案例 有多萬不歷史建築至完整 正在其外貿或主設計 過來通道之餘 同意背堂 案二 製強市立古基研平基督教會 訪建工程及原有建築物 穿圖工程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34 條規定報告案 結論 執下施定古基 聯名基督教會堂 新建工程及原有建築物 穿圖工程 未有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34 條所列有破壞古基之完整 遮蓋其外貿或主設計 關买通道之餘 並備查 二 其開發單位後續確實 執下施定古基 聯名基督教會監測計畫 更容蓋 檢案監測系統進行 檢測結果應有結構機師 結構專業機師簽證 若施工過程中 各項經測指達幾件指示 應將相關資料送文化局執行 案三 歷史建築底化間一段11 13號第5等 新建工程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34 條規定報告案 結論 一 歷史建築底化間一段13號第1 底化間一段17號 及南京西路233項16號第5 新建工程 為有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 條所列有破壞歷史建築 指援證 遮蓋其外貿護阻塞其關乱 更導致同意被查 二 請開發單位擬具歷史建築 先測及保護計畫 以聯合局審查 後續定制與執行 案四 歷史建築原建城裏區公所 應設行 新建工程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 條規定報告案 結論 一 歷史建築原建城裏區公所 憑設防新建工程 未有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 條所列 有破壞歷史建築以完整 要在其外貌或阻塞其關乱 開造之餘 同意被查 二 請開發單位後續確實 以歷史建築原建城裏區公所 憑設 太小聲 監測計畫內容版 凡案監測系統 及監測結果 應有結構專業知識簽證 若是工作過程中各項監測直達幾件 此時 應將相關資料送文化局指揮 審議案案 1 北投區復興廷及復興鋼電台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1 同意復興廷及復興鋼電台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不指定古蹟 不登陸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2 文化部來還請文化局說明 本案二標的 是否已表達成文化資產審議 並於會議記錄中載明 其審議結果 依據最高行政法院第89財資地 1325號財幣迎接 備查之效力 依照地方制度法第二條第五款規定 解析以總告觀念通知 並未產生任何工法上之項法律效果 而主管機關亦否否準其備查之權限 顧備查之目的在於知悉已經過世時如何 而主管機關或權責機關不必另有其他作為 按二 前南菜園日市宿舍等 規定有土地範圍審議 案即ABC法 修復計畫及全區再利用計畫審查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號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定如下 一 同意指定前南菜園日市宿舍 郭嶺接八十一項六 八號 南昌路二段二項六 八號 南昌路二段二項十 十二號為直轄市定谷基 並並入直轄市定谷基前南菜園日市宿舍範圍 公告事項請委員參閱 二 同意廢紙歷史建築前南菜園日市宿舍 郭嶺接八十一項六 八號 前南菜園日市宿舍南昌路二段二項六 八號 及前南菜園日市宿舍南昌路二段二項十二號 廢紙公告事項如下請委員參閱 三ABC動收復計劃及全區再利用計劃選查通過 原則同意南側圍牆附有位置及方式 請台灣銀行一審查決議辦 以後續修復及再利用事宜 四 本案依據無化資產保存法 及指定及廢紙審查辦 辦法律史建築經驗建築登錄廢紙 廢紙審查基本負責法壓以後續事宜 案三 中山市中山國小大智樓大人樓大永樓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初期委員一知同意決議如下 一 同意登錄中山市中山國民小學大智樓大人樓大永樓為意識建築 登錄資料請委員參閱 二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意識建築經驗建築登錄廢紙審查 及廢紙審查辦法辦的後續事宜 三 順其中山國民小學於後續經營時 將整體校園空間美學 及與文化資產的協調新大陸整體考量 並且吩咐教育局文化局給予指導及相關協助 案四 北投市中央北路四段 574號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同意北投區中央北路四段 574號文化資產價值 不止經古蹟 不登錄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案五 大同區南京西路 233號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一 同意大同區南京西路 233號文化資產價值 不止經古蹟 不登錄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二 借請村舍單位於後續都市設計審議程序 在低層部保留舊有利面更期功貌 並同納入涉及考量 案六 大同區南京北路二段 214號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一 同意登錄大同區南京北路二段 214號文歷史建築 登錄資訊及委員相參 二 本案一致無靠資產檔存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有登錄分子審查及補助辦法 辦理後續事宜 案七 歷史建築輪廓兵 臣切燒廁場 說不再利用計畫審查案 本案討論前 蘇委員 英明 因台北市政府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居座政府群 考古遺址 使積極文化警官審議 會設置要點第五條規定 自行離席迴避 辭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初期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一 本案審查通過 二 存切燒雀場 保存方式原則同意於基地內 往西南移動 有關後續解體重組計畫 需提送文化局審查 三 請深色單位提送 辦公大樓出入口 與存切燒雀場方向整合之修正圖 縮理文化局審查 四 附帶決議 本案更新基地後續開發時 深色單位 如果需代理考古移植視覺 先看 案八 歷史建築鐵路局吉木頓 人工連動宿舍修復在利用 辦理期程 基督跟招商計畫 推動期程審查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初期委員 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一 原則同意歷史建築 鐵路局吉木頓 人工連動宿舍修復在利用計畫 自等審議會議紀錄 發文日期三個月內 完成招商作業 二 歷史建築修復前 其更完畢其同意權責辦理管理維護 案九 指向市地母基 就高等同意學校作業室 基永吉紀念室修復在利用計畫審查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初期委員一致同意決定補下 本案審查通過 以上會議紀錄 經委員條例被查 那個委員有建議 這個委員有一個案子 就是說 出席委員一次成立人家出席意見 這應該是聽這個出席委員法規決 法規則 寫這個的話可以 送上去就不通過 不然就是投票 現在只有兩種 一次舉例跟投票 那上次也有請老師有勾 勾確實就是一致決議啊 我們並沒有 沒有寫 老師全部都是勾合理 所以叫一致決議 每一個案子 對 如果沒有的就是我們現在 就是如果沒有勾的不寫 就是討論決議 就不行 就被揪這樣 這東西中央也不能夠採取 不是他說 他說這個有入法 沒有一致 沒有一致決議的就是要投票 那老師也不幫我們反應 我們就先這樣反應 我們就先討論決議從頭 我們確實不出 老師 老師我還是不介意 我們已經跟中央反應很多次了 這種東西沒有很容易 除了一致決議 是不是能多數的討論決議 他不聽他說只有一致決議跟投票 兩種 所以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那個上面為什麼寫一致決議 就是請老師勾是真的全部都勾 統一的才寫一致決議 如果現在有一個人是沒有勾的 不好意思就是投票 那當然主席這樣行 我們會試著寫看看 還是會被退回 對 對 對 要不然的話地方面致的地方 叫他來主持 要中央的 他會退回 對 就是說你地方運作 他實際上是需要困難的 如果說他真的要 叫他來主持 我沒有理解 好 對 好 對 好 就是9月 我記得我是每週 那我跟大家關心 這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 好 這個 9月 因為這個案子是復生案 那還能決定合作 好 應該好 所以我們要討論 一定要往西來不動 好 因為知道說班公大樓 我們坐在哪裡 這幾個都還不知道在哪裡 是現在的法案 應該好 所以都只是一個 我們講其餘的概念案 老師他們移動的案子 是 將來還是會送進來 對 對 對 一定要寫 往西來移動 就是 我們可以同意 然後解體傳出 但是不是一定我們 老師西南市個人的意見 當時是說 要請他就出口的位置 然後重新送 然後進來再審 他沒有這樣寫說 往那邊移動 只是請 建設公司 將來在開發的時候 請他調整好他的圖面 再送進來 但是這9月系 我自己往進來不動 好 好 那就更正 好 就是 上面寫的 因為我們也只有討論 一個是案子有 後來是開發的 即是很清楚 到了 會數 跟結合委會 重新 就是兩個 兩個委會 之間的關係 很衝突 然後我們也請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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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案1 歷史建築 北投城市祠堂 黃都更案 涉及文化市場保守法第34條 規定報告案 報警公見 請說明 文案1 至文化市場保守法第34條 規定辦理 辦理行政 北投城市祠堂於106年7月27日公告分入為本市歷史建築 從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本土區大葉段二小段二十七地號等無比土地度是熱情案 一目鄰近本歷史建築 一 文化市場保守法第34條規定提送相關計畫或去審查 本居107年9月20日邀及文字委員召開審查會議 會議結論願意 經審查未有文化市場保守法第34條所頁情形之餘 一 審查硬件修正後 序由本居續送本審議會審查 洪捷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一年7年10月19日提送修正 雙基調及監測保護計畫過局 後續本局將另案召開會議審查 行委員參考 首篇報告案一計畫書 本案基地地基土 同貨部分為歷史建築坐落土地 房貨為歷史建築本體 藍光為新建工程坐落土地 本案新建工程規劃之模擬圖 委員可以參閱報告書第8頁 本案視覺模擬圖 以歷史建築熱面為觀特點 所策為新建工程 請委員參考報告書第12頁 米曼歷史建築北國城市紙棗旁 都更岸北宮區大葉幹二小道 二十七地號等牧壁土地 會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四條所列 有破壞歷史建築組織完整 遮蓋其外貌或主策其官藍廠道之餘 您請同意備查 請開發單位以後續審查 通過出歷史建築監測及保護計畫執行 本案議結論辦以後續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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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後面並沒有建築物 它都是一些老舊的圍章建築 老舊的圍章 是的 它的西北角有一棟舊的房子 一樣是傳統的 鑽造的房子 郭老師問個資訊 那個已經經過文化舉行的經過了非歷史歷史建築物 是在我們的基地範圍裡面 拆掉了嗎 還沒拆 因為我們還沒申請拆照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它雖然不是歷史建築物 但是如果說它這個構建裡面有一些還蠻有價值的 或看起來也好的 可不可以請求你們在拆除的過程中 能夠保留一些構建 我覺得這裡跟當初的北投社那邊 都有一些淵源的關係 可以這樣請求嗎 報告委員 其實你講的這一些 我們已經有跟原屋主 也就是他們的子孫 請求他們說有一些構建 我們可以幫他保存 或者是幫他們先暫時保管 甚至有一些石雕的部分 我們也已經找地方去放了 那這個之後我們都會恢復在這個原本的建築物的大廳公共空間上 那整個設計方面 由於現在就是都跟何准涵我沒有收 我也沒辦法去做下一步的建造的申請 所以這很多設計的上面的規格或什麼 我並沒有辦法去完成 這不可能 可是這個該做的我會去做 那我也有在北投跟他們那個說書文協會這邊 也有溝通也希望說他們可以提供一些協助或者資深 謝謝你 你會承諾嗎 我可以 我是你的學生 我一定承諾 你會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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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案2 歷史建築北投賴市府錯行北投市林科技園區工程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規定 報告案 報警工見 請說明 文案約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0條規定大理 辦理情景 北投賴市主座於55年8月3日公道分為本市立市建築 登赴公園入燈工程管理處委託建築區事務所辦理 北投市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和住宅專案 一般公園預定興建工程公一公園及綠一二五預定興建工程案 未申請距離本立市建築機車公司之新建策所建造 考量分安工程與綠一石建築位於同一號上 原請該事務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規定 以送進化過局審查 本局於107年11月7日邀請文字委員召開審議會 會議結論略議 今審查未由無關資產保存法第34條所列情形之餘 事一意見補充修正後 序由本局安排送神營會審查 請委員參閱首顏報告案2至計劃書 本案相對落地圖 同方為歷史建築墮落土地 兩方為歷史建築本體 黃方為公園廁所預定地 本案公園規劃模擬圖 請委員參考報告書第7頁 本案視覺模擬圖 請委員參考報告書第15頁 禮拜 1. 歷史建築北投奈式組錯法 公園綠地新建工程 不含地下體車廠 未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所列 有破壞歷史建築之完整 就待其外貿或阻塞其官藍通報之餘 請同意被查 2. 本案1. 結論代理後續 報告案3 直轄市令府及成德新唐 周邊附屬設施環境整備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4條規定報告案報警工件 請說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4條規定辦理 案例請其一 本案市程財產法案成德新唐 升級107年度 例如設定補基成德新唐整體收 及周邊附屬設施環境整備計畫 經濟補助 工程內容包含外大門整修 暗測認識實行實照圍牆整修 用途容改設橋面暫時性防護工程 及新增後用逐格格炸事項 以本案工程位於設定補基成德新唐本體中邊 涉及文資法第34條規定 本局107年8月23日邀及文資委員 後會補基之完整遮蓋其外貌或 主設期觀難通道之旅 本案的文資法第3次也包括出行為 人參與的成分資料 紅色官方的部分是本市的工程範圍 總共有四個地方 都位於母親本體周邊 這是本案的視覺模擬圖 紅色圖片一樣就是本市的工程範圍 禮拜一 直轄市定補基成德新唐周邊 附屬設施環境整備 未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 所略有破壞補基之完整 車蓋其外貌或主設期觀難通道之旅 請同意廢查 本案已經結論辦理後續 以上報告 拜拜 答案 報告案4 松山文創園區 武基建物受水修復工程計畫建物部分 竣工報告案發展工件 請修理 本案是遠雄區的公司 在之前發展設施環境間 造成離線松岡分離區內的施定 武基松山園場 等部分歷史建築授 文化局這邊在1年4年間 有要求遠雄進行全面修復 遠雄在岩底從上方去 武基建物身體修復計畫 過去之後 由文化局邀集文資委員 以前讓文雄 學姬 張核正 蔡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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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本區修復術途後 輔助委組的專案小組進行速度審查 因從上無創聯區域人對外開放 並有多個單位移民使用 因此修復日採分區分階段的活動制修復 也就是說協調使用單位的時間再進場 修復術途經本區審查後 也夠允許現場使用單位協調進場時程 修復完成後在同志文化局這邊來辦公會開 第三,自104年6月允許提送本來修復計劃 至今本區針對這個案子召開的速度審查 施工會館、文工會館會議共約27場 包括修復速度審查會議有7場 施工過程先開案12場、文工會館8場 參與委唯審查的招案小組委員就是 李前良委員、薛琴委員、張坤政委員、蔡天雄和蔡元陽委員 那歷次針對修復廣工會館8場部分 大概就是資料上面提的 就是105年7月20號 106年9月8號、105年11月30號 106年的1月26號 還有106年4月17號 106年7月10號 今年的2月14號 還有8月9號 那8月9號是針對這個整個案子的 就是院修復責要修復的部分 全部完成的一個總會談 那遠修於107年7月12號 以遠距至第107、109號 就是向文貫跟索敏 松山武創園區的古基利監授權修復 已經在107年7月6號要全部去拱 所以我們就在107年8月9號 召臺整個園區的授權修復的會談 那結論是請遠修在針對跑學項目進行改善 那後續就會提審議會報告 那並且遠修在審議會的時候 說明修復歷程及後續保護期程的事項 那因為遠修已經將該日會談 就8月9號的會談結論已經 依照結論完成改善 所以我們就提這次的審議會來報告提供的事項 那本次審議會也並且遠修前報說明 修復歷程及後續保護期程的事項 那這個是遠修負責 這是整個送運園區 那遠修負責修復 局勢的部分就是他們負責修復的範圍 那這二樓就是資源工廠二樓跟辦公廷二樓 遠修負責修復範圍的部分 那這個是後面是幾次 就從來五年開始的完工回憶 在八次的一個會談的一個清洗這樣 然後8月9號就是最後一次的會談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遠修在情報稍微說明一下 跟柯衛委員主席報告 那下一頁 那一開始就是我們依據整體修屋計劃 那當然是建護的部分的修復工程範圍 那剛才有提到 那整個有顏色的部分 包括檢查室、辦公廳、資源工廠、通南西的像 八個花園、小山堂、還有郭土堡跟煙道 那這個整個就是我們這次的修復工程範圍 下面 那這個就是說我們依據整體修復計劃之前的審查紀錄 包括參與的這些人員、下關的單位 那這個紀錄二的話就是我們的整體修復總工程的三次 這個是第二次跟第三次 下面 那這個除了這個整體修復計劃以外 那我們後續的修復設計的速度審查 那總共審了有14次 在這邊提列一下 下一頁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依據這個文資法的規定 在整個這個竣工的竣工的過程裡面 我們提列的施工前的這些相關的作業 包括調查研究 包括整體修復計劃的 的部分 那我們做到第四版 那後面的修復設計 那就是有所有的 剛剛講到的修復範圍的這個設計速度的審查 那相關的會議就是我們的審查作業的 這個審查紀錄 還有留屋的意見 那後面的現場會堪 我們因為這個送椰目前像辦公廳 資源工廠都在使用 所以我們有所謂的施工前的設備點教 那這個也是算施工前的一個作業 那施工中的話就是我們有提列的一些施工計劃 那主要是針對這個戶外的部分 還有比較獨立的這個借戶 包括小山堂 包括花園 戶場的圍牆這個部分有做施工計劃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過程裡面最重要的就是我們修復工程 那修復工程就是我們所有的當長的修復範圍的這些施工紀錄 那當然還有這些工程查驗 還有文書的資料就是施工的紀錄 施工日式施工期程 一些的相關的這些作業 那還有相關的會議 包括三彎的協調在我們做室內 建屋室內的修復的時候 所要開的這個所謂這個協調 怎麼樣時間的進場時間跟試做時間 那後面的現場的會議 就包括我們這個施工現場的 一開始包括辦公廳、國土房 比較開始作業的是有一些這個審查 就是現場會攀 下業 那施工後的話主要就是說 我們的工程驗收 就剛剛有提到的所謂完工驗收的現場會攀 那從105年的7月到107年的8月9號 總共做了 做了七、八次的部分 那最後軍工的後的監測 我們是有提列的就是說 我們還繼續做到這個整個 原油大巨蛋完工維持的一個安全的監測的系統 那後面的話就是所謂的這個 這個後續的維護管理計畫 也就是我們的保護期 那這個等一下會再提 再仔細的來說明 那接下來就是國土房的施工紀錄 這個就是我們把每一個施工範圍的 我提列比較重點的部分 這個是蓄水池的修復 下一個 那這個是淹到外部 連接到國土房的一個外場的一個 一個 一個裂縫的修復 下一個 那除了這個現場的施工照片